歡迎繼續回到 環宇全世界 我們來關心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台灣每一年 大約有8萬名的入伍逸男 還有將近220萬的預備部隊 但是在報導當中提到了 因為訓練跟士氣問題 造成了戰力的低落 這些問題正在侵蝕 台灣反制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能力 我想請問到郭老師的是 你怎麼看台灣的軍隊 在硬體方面跟軟體方面 跟這個對岸的比較 其實他主要是在講這個士氣低落 因為這個報導我有看 那個記者真的是深入去訪問了一些人 那我今天也看到王帝宇貼臉書 他說我們現在是軍事官的制度 可是這個華爾街都偏重那個 義務役的部分 那義務役當然因為你只有四個月 所以坦白說你四個月能夠培養出什麼樣的戰力 訓練一定不足 一定不足 那後備軍人根本不用講了 所以如果是就我們現有的軍事官 那我認為還是有一定的戰鬥能力 那當然武器的更新確實有一段落差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軍購 那會陸續進來 不過坦白說像台灣這樣的一個高度風險的國家 沒有真兵制可能是唯一的國家 你去看韓國 以色列 甚至新加坡 甚至我最近還看到芬蘭恢復的真兵制 芬蘭跟瑞典都有真兵制 那反而是你台灣 坦白講很多人都認為你處境康違 結果你把真兵制給廢了 變成是募兵 以色列也有真兵制 當然男女都要當兵 對 所以美國事實上對這個是很有意見 因為它認為我們的兵員是不夠的 不過那報導當中提到的士氣問題呢 您的觀察 士氣問題坦白說 我們在台灣也看到很多軍績患散的報導 然後還包括這些當四個月 你只受四個月的訓練的 坦白講你能夠學到什麼樣的戰績 我真的是純粹 當然更重要的是你整個國民 對你的所處境的危機意識 我覺得台灣普遍的那個危機的感覺 是不夠的 比如說全世界都認為你這個地方風險非常大 好像我們的老百姓沒什麼感覺 所以接下來就想請大使來幫我們觀察一下 就是我們看到中國大陸跟台灣比較起來的話 其實中國大陸是擁有這個壓倒性的兵力 那但對現階段像是入侵或者是攻擊 登陸台灣本島的能力 您怎麼看這個兩岸之間這個軍力的整體評估 當然現在差距非常大 現在光這個華爾街日報也講了 光這個軍事預算差13倍 對 差13倍 然後士氣來比的話兩邊對比相當大 也就是大陸士氣高 台灣士氣低落 那麼台灣這邊常常會有人在講說 不知為何而戰 對 因為現在台灣的認同是錯亂的 對 最高的這個國家認同 這種民族認同是錯亂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要進入一個戰爭的話 那麼在這個作戰的這個精神上 我認為是相當脆弱 那大陸的作戰的士氣非常高 因為很簡單就是統一中國嘛 就是國家的統一嘛 這種在對任何國家來講都是一個非常強的一個號召 不過我覺得大陸就是說會不會對台用兵 我認為基本上不是軍事實力的問題 那麼而是有一些狀況會不會出現 對 因為大陸有這個反分裂國家法 基本上它有非和平手段 處理台灣問題的幾個情境 那我認為這些情境不出現的話 那麼就不會有非和平手段 來處理兩岸問題的這種情況發生 那這也是這個我們這個國防部長吧 他也講了 他說你不要給大陸這個一個打工台的理由 那你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這理由就是宣布台獨 或者說有幾個條件 在法分裁法都講到 那所以我認為這個不是兵力強弱的 而是有沒有狀況出現 因為你可以看到在1950年大陸打韓戰的時候 他也沒有考慮到兵力選不選輸 有沒有壓倒性的優勢 當時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強的一支軍隊 說打還是打 所以我覺得這個打仗的最重要的因素 要師出有名 我順著您這個問題 那我們聽到了蔡總統 他提到了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這對世界有幫助嗎 這是他第一次提出來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這個民進黨政府大陸在台說 台灣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所以這個台獨的程序還沒有完成 那你只要有一天有這個追尋 有這個推動台獨政策 那我想台灣跟兩岸之間 會從這個發生武力的衝突的可能性 就一直會在那個地方 大陸我認為 當然因為我們這個傳統的這個 對於戰和的關係 都是要不戰而屈人之兵的 而且習近平也是講說和平統一嘛 那如果要戰的話 那就是說以現在來講的話 那第一個大陸已經兵力已經是 我覺得是有壓倒性的兵力 我光是看這個軍事實力的這個圖表的對比 差別很大 其實是蠻懸殊的 這硬實力 軟實力的話 我也覺得大陸在優勢 同樣問題 張教授您怎麼觀察呢 我們現在一直要談美國 對不對 談美中啊 那到底這裡面的一些核心 其實我們好像很少去談 到底這個核心 比如拜登他們到底在這些 對東中的這種策略裡面 然後又是在剛剛前一陣子 AUKUS的這種聯盟 就是非常針對性這些 中國的這種軍事合作 然後讓法國還有歐盟也很 製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跟困擾 那麼到底這個拜登他現在的 這種全球的一個戰略 到底是要做什麼 到底是他要戰 但又不太像川普 他核可是有時候那個多邊 但是那個多邊又不爭 又是好像特別不是這種 全球性的這種多邊 環境保護就是多邊 但是他碰到一些什麼軍事 像是中國大陸問題 他就表現出非常的那個 好像瘋狂也好 或是說非常的極端 其實我們並不了解 所以我們應該要注意這些問題 張老師提到這個 從美之間的 我們最近也看到 讓我想到說最近美國國會 他提出這個台灣確保法案 這部分我想請教郭老師 你怎麼觀察就是 這個台灣確保法案 是不是真的能夠增加台海之間的這種 穩定也好 或者是安全性呢 他實質上能夠發揮多大的效果 美國國會類似的法案 都是授權法案 所以是交給行政部門做決定 所以最終還是要回到總統府 就是美國總統要不要下這個令 不過我是覺得那個情境恐怕 那不只是建大使剛剛講的說你宣布獨立 法理台獨不只是這個 比如說可能還牽涉到他認為是外力介入 外力介入到很明顯的程度 或者是 或者是比如說他認為和平統一已經遙遙無期 坦白講這兩個都是政治性的 都不是那麼法理台獨 像是法律那麼明顯的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美國如果希望台灣把某些武器布局到哪裡 你認為這個不會引起軍事上的緊張嗎 當然會 對不對 可是這個並不是宣布獨立 但現在就老師剛剛提到的外力介入的程度 我們一直不知道說中國大陸的底線在哪裡 不知道 每次都在想說可能到底線 踩到紅線了 可是你一直不到它的底線 你也不可能知道 所以張老師剛剛就提到 說有一些中美博弈的要害到底在哪裡 我隨便講 比如說你把一個 比如說你該不敢裝中層飛彈 我隨便舉例 不行 你為什麼會覺得不行 這個是明顯的有威脅 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有這種灰色地帶 那個恐怕就是你的 比如說中層飛彈大家就 大概是共識 知道這個就是非常非常的威脅 那海馬是多管否見說不算 老師如果是你裝嗎 我不知道 因為它的射程可能有300到500公里 比中層飛彈短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些東西就是在灰色地帶 還有你死成無人機要放哪裡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未來因為恐怕就不是 所謂的統獨博弈 而是中美在軍事博弈 可是很不信你在前沿嘛 你台灣在前線嘛 所以你就會碰到一些敏感的地帶 等一下回來 那軍事的博弈 我一樣講那個核心關鍵在哪裡 是嘛 是嘛 比如說你拜登也好 或是未來的 假設今天川普又來了 或誰來了 那他還是軍事博弈 他的目的是在什麼 我的意思是在這裡 其實我們從歐洲 我們看歐盟的一些資料 還有一些智庫等等的範圍 他們也是不太清楚 他們不知道就是說你現在 現在老北核心抓了這個東打中 抓了西也在抗它 但是在歐盟來講說 對他們長久以來的那種所謂的 就是我們講的全球的利益 或他們自己的政經利益來講的話 他們覺得太遠了 他們根本都不太清楚 這個核心大事 所以我特別連美國自己都不知道 這個其實這樣 我覺得大陸最近加了一個 新的一個狀況 這個在習近平的那個 新愛革命110年周推年 他說台獨是 復興大業的嚴重隱患 這個是一個新的狀況 也就是一個新判斷 這個兩岸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思考點 因為你現在像剛剛郭文員講 如果把這個中層飛彈 放在台灣的話 那或者海馬是這些東西 把這些武器放在台灣 那會不會是中國大陸復興 民族復興的一個嚴重隱患呢 對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就是說你去看這個 反分類國家法 它是有很大的解釋空間的 可是這個解釋我覺得 要不斷地在演變 那我覺得現在大陸 視台灣為威脅的兩個 一個就是台獨 台獨是最重嚴重的威脅 那第二個就變成 現在那就是 現在政府的政策 如果說你都是跟著美國 跟美國這個一個 這個所謂的防止中國大陸 崛起大陸崛起這個集團 你變成一個極先鋒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變成 所謂中國偉大復興的 一個嚴重隱患 這個隱患 雖然不是說立即的 這是一個患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是一個新的一個層面 是我覺得如果兩岸 如果走入到一個 比較負面的一個發展的話 這個是一個原因 也就是說對台灣這邊 比如說怎麼樣維持 怎麼樣對大陸這個 崛起的過程中 台灣要扮演什麼角色 如果是扮演一個 破壞者的角色的話 那麼跟著美國 一起走掉的話 那我覺得也是大陸 現在認為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我剛剛說這個為什麼 是不是連美方自己裡面 可能都會有一些分歧 是因為就美國內部 現在也傳出 存在四種不同的聲音 包括像是來自國會 國務院 國防部 跟情報機構 那整體來說呢 這個拜登政府希望 在對付中國大陸的 這個軍事威脅的同時 但是又不要引發戰爭 所以郭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誰才是真正主導這個美國 就剛剛張老師提到 那個核心的那個人 拜登 我當然是總統 美國是總統 是 我覺得他的戰略的 主要戰略的邏輯是 希望能夠從台灣 打台灣牌當籌碼的過程中 得到最大利益 那戰爭就用完了 因為戰爭就是攤牌了 所以他不是到了最後關頭 不會輸出戰爭 因為戰爭這個牌就用完了 那除非是有極大的交易 比如說有韓戰就是 韓國跟台灣在交易 或越戰 尼克森 那就是越南跟台灣在交易 這個叫地緣政治交易 或者是有人講過說 用一筆很大的錢 來買台灣 那也是一種交易 可是這種聲音現在又不見了 所以主要就是 他還是想從台灣 來獲得跟中國大陸 比較大的一個實質獲利 所以關鍵還是在於 美國總統拜登想要怎麼做 莊教授您的觀察 那他 就算他這些的算計 就是說要打這個台灣牌 然後獲得這個最大的利益 那請教就兩岸 剛剛介大使也提到 那他的所謂的利益是什麼利益 就半導體無機嗎 對不對 就是說像這種 我認為就是對於 很多國際的觀察者 我特別講我們歐洲的 根本看不清楚 他不知道你拜登到 好 你講什麼利益 那你今天利益 你還是一方面 你在這個很多地方的一個 制裁 威脅 然後聯中在軍事上面 可是你在環保的議題 還有這個很多的 這個科技合作的這些的問題 那麼你核能議題 甚至包括伊朗這些 很多的國際的問題 他都還是在希望跟這個 習近平說我要跟你見面 我要談 他不可能跟 我這個很粗淺的認知 他也要跟你見面 要談這種什麼台灣 又是你想要如何 他一定還是談一個國際的 大家都公認 或是大家比較憂慮的 這種問題 比如說大家 這個碳中和等等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比較問 你到底拜登 你一方面 又在操作這種很多牌 他不只台灣牌 現在澳洲牌 所以澳洲這個也很有意思 他澳洲將來 我的觀察澳洲台灣第二 是 在20年以內 因為他的潛艦 204年才到位 那你這20年 除非是中國大陸都是停滯的 那你澳洲 所以歐洲人都一直認為 這個澳洲也是一樣 就是被綁架了 對 對不對 那你好了 這些這種軍事上的部署 跟這種綁架 他這個拜登目的 到底美國最大的利益是什麼